世尊在维世邪里面 世尊有这样子开示 如灯 在阿罕经 佛这样 以前没有蜡烛 以前点这个油灯 主要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点这个灯 这个灯心 一开始燃烧 燃烧 烧尽了 生命用我们来讲 就是油灯 点亮了 红石继续燃烧 总有一天会尽的时刻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用蜡烛来比喻 蜡烛 生的开始就是死亡的开端 死亡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不是一切的结束 你注意看 这是一支蜡烛 啪 啪的意思就是点燃的意思 要会观想 啪 点了 点燃了 这一根蜡烛开始烧了 开始烧 诸位 你们现在 看的这个射身 就是蜡烛正在烧 知道吗 就是五阴赤胜 就是射受响行事 没有一分 没有一秒不再燃烧 但是这样燃烧 既然无常 是不是没有意义 错了 无常反而更有意义 因为无常 所以你可以转世成智 因为无常会变吗 会转变吗 因为无常 你可以转烦恼成菩提 因为无常 你可以转执着变成不执着 因为无常 你可以转分别变成不分别 因为无常 你可以转颠倒变成正知正见 都是无常的功劳 如果不会变 那那个就是死一潭死水 那个不是佛法 佛法说变也得 因为它是缘起 说不变也得 因为它是信空 说如如不动也得 因为它是自信清净 本来就记住 说常跟无常 同时存在也得 因为常就是缘起 无常就是当地 无常就是缘起 常就是信空 讲无常跟常 都是方便说也行 因为本来就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哪里有什么常跟无常 常跟无常 是相对虚空比喻 衬托出来的观念 相是无常 虚空是常 那是衬托比喻出来的东西 世尊说 见性的人 没有什么常跟无常 这种观念的 那个还是意识形态 如如不动 不取一向 性向一如 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清净自信 本质其然 没有身 没有面 没有真 没有减 对一切境界 本来就如此 不可得 悟到万法 不可得 就是开悟的人 钱放在我的口袋 所以人家 师父 你这个讲经说法 有个人打电话来说 师父 你这个讲经说法 就不要讲到供养吗 我说 讲供养有什么关系 讲供养 又不是我拿去挖 对不对 都那些花师拿去吃啊 他们吃的还比我多 都是这些 法宝 在映宙啊 是不是 我看有个法师 吃了一波 我可以吃三天三夜 所以我说红包 不会说脸红 就是因为 那不是我在用 真的 一切万法 随应援 我们帮你拿去做功德 我告诉你 师父 乖到什么程度 我们文书讲堂旁边 那个大乐 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到现在都没去过 真的 我开了一个 素食超市 是方便 我们讲堂的法师 还有佛弟子 我们那些讲堂的法师 跟佛弟子都不给我买 都跑去大乐 所以 所以你供养我很高兴 就是你懂得尊敬三宝 功德无量 我是替你高兴 不是我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 家里很穷 有的人是家里很有钱 供养 师父 就把里面的一千元 戳起来 红包袋再拿给他 他说 师父不用了 就供养你 我说不是 是下次你再包给我 你那么快干什么 一直那么紧张 师父不用不用 我把钱戳起来 是说你下次再供养的意思 我是开玩笑的 你那么的钱 都把你们去印经典 把你们去 百花共佛 去救救众生 没有我一个人在花 我一个人在花 吃那么一点点 一个馒头 一个包子就饱了 不是我在用的 所以讲到红包 我一点都不会脸红 不会的 因为不是我在用的 所以我们文书讲堂 三千佛 我就是做最辛苦的工作 我们的法官师声音很好 唱 自心归命旅 大家唱三千佛 大家都很辛苦 我去做一件最辛苦的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等红包 你知道吗 那个很辛苦的 有一个人拿来供养红包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 我要下去拿 他拿上来 我拿上来 他红包压下去 他又一直败 我要压下去 他又拿上来 这个等红包真的很辛苦 我说怎么好 你就一直管家 管家 你是要叫我姊弟 那也没办法 是不是 有的人 这个信徒也没什么脑袋 跑得很远的时候 他就顶你师父 那一个红包拿在那个地方 我跟他讲 那你很红包 我要他拿到 那么遥远的地方 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那么遥远 你的红包怎么拿得到 是不是 要拿近一点 拿近一点 是不是 好了 底下 怕诸位打瞌睡 说说笑笑 我们再十分钟 给大家休息一下 底下 就断 禅宗讲的 二六十钟 不以一物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见一物 名为见到 记得 因为色即是空 你看到任何的像 就知道它是空像的东西 记得 能切经叫你 做如是观想 把你看到的像 晒干的磨成粉末状 化作颗粒围成 你就会发现 菩萨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凡所有像 都是虚妄 人 人死了以后 把它烘干 把它晒干 晒干以后 用机器 表示在磨 磨成粉末状 做肥料 大米你不见了 底下 不行 一行 名为佛行 行一切善 而不执着 虽度无量 无边众生 十无众生可度 诸法必经空相 化无花相 鼻子无鼻子 这意思就是 不永恒的意思 这个花会不会烂 会坏吧 是不是 空相的东西 柱子会不会烂 一百年 一千年 给你一万年好了 佛心事也会坏 灰烬 一万年不过 一百万 一亿万 那不可能了 是不是 生命是很脆弱的 所以记得 口袋里面的金钱 永远比不上脑袋里面的智慧 knowledge is power 我的无功能 过英文 会比这句 你知道吗 智慧就是力量 智慧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 智慧就是力量 所以有智慧的女人最漂亮 有智慧的男人最勇敢 敢面对生死 是不是 世间的勇敢 就打打杀杀 拿动刀动枪 那个不是勇敢 那个就是皮肤之勇 你看啊 释迦牟尼佛 了生死 大雄 大利 大慈悲 有大社会的人 敢面对现实 敢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 就是最勇敢的 就是佛 大雄 大利 大慈悲 戏更胜出为戏 或令我早登乌尚绝 是不是 所以没有听到佛法就不知道 现在听到佛法了 就不会过了无聊的生活 小时候 不会佛法 就去看人家打牌 打牌的时候 我们做弟弟的人 就站在那边 他赢了 就弟弟 给你五毛钱 去买冰棒 小时候就呆呆的 长大一点了 好奇 去公园 八月十五 中秋节 去看人家 打赌五毛钱 你知道吗 从 晚上六七点就去等 我说 这一对会kiss 他说 这一对 不是 不会 我们就在后面 一直等 从七点 八点 都没有 你知道吗 到十一点的时候 这个男的 终于亲了那个 你的 赚了五毛 等了五个钟 你不知道 这个五毛钱 很难赚的 哎呀 因为没有学佛 你给我带我修行 看看 这样有说吗 你替我想想看 这个没有听到 佛法的生命观 生命真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会 就是不会 也不懂 好奇 大测大物的人 没有神秘 大测大物的人 没有好奇 他看的心境 跟你完全不同 佛说世界 极非世界 四明世界 就是这个道理 在旺的角度 站在众生的角度 佛说世界 佛说三千大千世界 极非世界 就告诉你 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空向 四明世界 就方便说 这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站在迷惑的角度 佛说世界 极非世界 四明世界 站在大测大物的角度 切入 就不是这样 佛说的 清净实相的这个世界 极非世界 不是凡夫看到的 妄想颠倒的世界 四明世界 这个才是佛 见到的 清净实相的世界 两个角度 切入 角度不一样 解释也不一样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切入 佛法 所以 底下 不见一物 名为见到 不行一行 名为服刑 不见一法 名为正法 不见一法 就是说 当你见到了 永恒的真理的时候 就是大车大物 所以大车大物 误导什么 于刹那中 极见永恒 在刹那当中 就见到永恒 为什么 刹那当中 就是 尘 尘治生灭 自信不动 见一切相 心入入不动 就是永恒 哪一颗入入不动 的心性 就是永恒 看到刹那变化 于刹那间 极见永恒 譬如说这个花 这个花 一见到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的花 心入入不动 于刹那间 极见永恒 看到刹那生灭 变化的花 知道这个是 缘起的假象 放下 这句也是多的 本来就无一无 何处惹成来 没有什么东西放下 有东西你才放下吗 是这样 本来无一无 放下什么东西 这句也是多余的 只好这样讲 所以法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的 相对的是像 绝对的是我们的 清净自信 所以不见一物 名为见道 不行一行 名为服行 不见一法 名为正法 这个就是真正 有大测误 正知见 就是佛的知见 这个才对 这样看法 才是正确的 修行人 要百花 从里过 遍夜不沾身 这一切 财色 明是碎 流如梦 换泡影 如换 如化 水中月 有一次啊 佛陀在 恒河边 说法 这是阿罕经 讲的啊 佛陀在 恒河边 说法 那时候呢 已经 天色有暗 太亮 月亮出来 月亮出来 那月亮出来呢 这猴子呢 这猴子呢 就 跑到 河中 要捞这个月亮 看到这个月亮 水啊 硬这个月亮 就 捞 捞这个月亮 捞这个月亮 佛就 借这个阴言 跟朱比丘 说法 说朱比丘 众生 早已无益啊 就像猴子啊 想 想要 捞这个水中的月亮 是永远不可能 意思就是 用我们这个 撒纳生命 无常的这个色身 要追求 永恒的快乐 那是绝对 不可能的 要懂得放下 才知道 快乐是什么 底下这一句 注意听 这个就是修行的关键 众生因为贪爱 而有轮回 佛陀因为舍离 而成等政节 舍离 不一样 意思就是 众生是拼死命的贪 找 而佛陀 通通手放 刚好跟众生颠倒 刚好跟众生 反过来 所以这个猴子 在水中捞夜 月亮怎么让你 捞得起来 诸位 我们众生 因为不明了 延起延灭的道理 终有一天 会变坏 包括 这个色身 会死亡 我们从来不觉悟 从来就没有体会到说 有一天 我们这个色身 要死亡 没有 我们积极地去追求 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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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告诉我们 总有一天 你要体悟 那是虚幻的东西 是不实在的东西 底下这一句 我们在五分钟 让大家休息一下 所以当初整个世界都不够 现在死了 只是一堆一丘黄土 就是一堆黄土就够了 死的时候 今天追求这个 明天追求那个 后天追求这个 Shopping 反映成中文叫做血片 就是这样 贪着悲众物 追求 财色名失税 最后就是这样 所以有空 我们可以到 纳古塔 纳古塔 去看一看 有空 诸位去火唱场 看一看 诸位有空的话 去停尸间 停尸间 还没有火花 那个停尸间 一排整排死掉的时候 人一排一排这样子 记得 我们总有一天 要杀手戏归 请你提早做准备 凯撒大帝 在死亡的时候 叫人把棺材挖两个洞 把两手伸出来 凯撒大帝 那个打得横跨欧亚大陆的 两大洲的 一个凯撒大帝 刺诈风云 不可一世 死的时候 凯撒大帝把两手伸出来 伟大如我凯撒 死后两手空空 两手空空 这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记得佛的开始 我们不曾经拥有过任何东西 我们也不曾经 失去过任何东西 拥有跟失去 都是错觉 都是短暂 都是无常的 谁言吃 谁言住 记得要放下 死神是不看日历的 他随时随处 都会降临的 你不要羡慕 什么皇帝 千万不要羡慕 什么总统 当然 这个皇帝 总统 对国家 有功 我们当然要赞叹 不过这是世间法 世间的生灭法 师父 一再地讲 无论企业家 到最后一定要找宗教家 无论政治家 到最后一定要找宗教家 无论和谐家 到最后一定要找宗教家 诸位 所有大自然的终点 就是心 打策刀 就是 开始 起点 就是终点 你能够体悟这句话 你就是有功夫的人 起点 就是终点 见到 起点 像 不可得 就是终点 而众生不知道 众生这个像 花就开始分析 这个是什么元素 这个花要插直的 插横的 有90度 45度 30度 因为我也学过插花 大颗的花朵 要下垂比较大 插在底部 小的要拉高 要插在上部 红花配上绿叶 研究这个 试着一下 反受一下 都是虚妄 所以科学家 不能解决生命 内心的烦恼 是因为他 追求的方向 错误 有它往外 而佛法是内观 它是往内心 科学的终极处 在心灵 不在物质 知道吗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す 很多 都有 失神是不看自立的 生命是很脆弱的 随时随地 一种意外 就走了 我们二六十中 都要有死亡的准备 免得我们措索不及 措索不及 有智慧的人 警戒死亡的威胁 所以佛法是解决什么 佛法就是要解决 生老病死的问题 它是真正面对现实 解决现实 就是虚尊的伟大 就是在这个地方 师父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一直在找 生命到底是什么 人生到底是什么 这个宇宙的真理 到底是什么 拼命地在找 找来找去 小时候 就信这个杂神教 爸爸妈妈都是拿香的 土地公 妈 祖婆 王爷 见神就拜 大一点 圣经研究班 圣经研究班 看一看 看看这个圣经里面 上帝常常发怒 降灾 这样上帝 不会说 后来大义友佛学社 去听听看 看看 人家到底佛法是讲什么 是一听 哇 这个才是我要的 这个才是我要找的 才可以解决我们内心里面的 执着 痛苦 跟烦恼 我们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的负担 原来我们对生命不了解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惩罚 我们每天都在惩罚自己 我们每天都心揪得紧紧的 熊亮一点点都放不开 一点点的金钱 那厮杀 一点点的名利 厮杀 一直到老病死 从来没有觉悟过 两手空空的走 所以智者 警觉死亡的威胁 疑者 却不敢面对 而坍塌 有的人 他看到那个死人棺材放在那个地方 他就会绕道 就会绕道 他很怕看那个棺材 很怕看这个死人 但是很奇怪 我从小就不会怕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奇怪的 术士可能有点善根 我从小看到棺材 不会怕 一直到读大学去跟那个学生 那么这个上课 我师父读大二就开始演讲了 我念剑中的时候就看心理 可是不究竟 读冯甲大学的时候研究佛法 所以我比较早熟 小时候 爸爸去北京当状元 妈妈吃过苦头 我们也跟着吃尽苦头 我爸爸说 没有我 哪有今天的慧脸法师 说得好 所以说 我们就比较早熟 心智比较早熟 我们的教授 Professor 他常常讲说 这个林一千 很奇怪 他不喜欢跟 凭 这个年龄层相同的 同学谈很多的话 我喜欢跟那个年纪 大一辈的人谈话 那个教授级的 教授教授就是 夜教夜寿 教授教授 路嘎路散 路嘎路散 教授级的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孩子很早熟 那以前师父读到大学的时候 就看到 发现这个佛法 这个怎么会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好的东西 一句话可以 透心的解脱 这一句话可以让我们 感觉非常的清凉 我一定要好好地用功 所以师父大二就开始演讲 一直到念研究所 出家 一样 叫了二十几所大学 就是很乐意 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法 这个太好的东西了 我常常 我去台大跟千华 重复地跟学生这样讲 生命没有佛法 人生生命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完全没有 我们在念尽宗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念尽宗就了不起 你们只是个粪便的制造者 当时候我们听不进去 我们是很转 念这个不错 走起路来总是要把这个给人家看一看 背着书吧 现在觉得老师讲得对 人不过是个粪便的制造者 如果没有佛法 生命是什么 就这样吃吗 喝 玩 乐 那在这说什么呢 不知道做什么 有的人 这场电影看完了 看下一场 再看秀 再看什么 就继续看 有的人不是 每天看video 闭录的 有的人每天看电视 看到之后 十二点 还看电视 电视看他 看电视看到睡着了 众生他就这样子 不知道要靠什么来过日子 泡杯咖啡 可是不能解愁 吸一杯酒 酒越喝病越重 痛苦 谁能够了解呢 是喝酒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是泡茶 喝咖啡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或者是到底生命 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内心里面的痛苦 苦恼跟烦恼 要用智慧 找到了 要用佛法 要用仪式 佛陀的正法 大侧大物 大具物的人 是一般 只是逗留在三十年前的观念 来这里烧香拜拜 只是祈求平安 跌跌告 刮杯 搓搓签 希望保护平安 买个水果来 总是希望考上状元 考上台大 总是希望孩子健康 就是祈求这个东西 什么是佛法 没有能讲 也没有音言听 通通没有 停留在一个迷信的阶段里面 看到人家出家 那个都是恋爱失败的 要不然就是没有读过书的 长得很丑陋 讨不到老婆的 你看我长得很丑吗 是不是啊 不会吧 是啊 我们没读过书吗 你书读得比我更多吗 你敢这样讲吗 是不是 你书一定不会看得比我更多 是不是啊 为什么 听我讲话就知道 我很有水平 是不是啊 所以 你这个要直下承担 是不是啊 要很有自信 这就告诉你说 如果今天没有听到佛法 你就是到死房 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还要继续去轮回 说不定 下一辈子 做海洋公园的那只海狮 啊 那些继续 人家鼓掌一直 啊 鼓掌 是不是啊 海豚 那海豚 表演的 照一只像 照一只像 还给三百块 养那几只 死海狮 还很赚钱 很不错 还很赚钱 也是会成佛 只是变成落入畜生之 畜生到了 所以说呀 死亡 我们要警戒他的威胁 遗失的人 却不敢面对他 逃避他 死亡并没有讯号 他随时会到 是不是啊 随时会到 我们那个同学啊 哇 美国签证都办好了 骑个摩托车出去 要买个面包 要去美国护照 什么都办好了 骑个摩托车出去 买个面包 啊 没有回来了 什么 哇 死在安全 安全到旁边 那个电信杆 摩托车开太挂了 一下 脑袋开化 走了就这样 他还写佛的 也写佛的 生命脆弱 无常 一下子就死掉了 生命虽然是 无常是不尽的 但是他可以成佛 如果不假借这个世神 我们怎么修行呢 也不能看清他 也不能放弃他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这个就是佛法 但是你要用智慧 无论你拥有什么 都只是短暂 因言和合把 好好的观照 今天凑合凑合 钱在我的口袋 明天也许钱跑到你的口袋 钱一直存在 只是口袋不同 那跑来跑去 接下来 不要恨对不起你的众生 因为众生不明了真理 他造了众地义的因 来成就我们 记得 给你痛苦的人 也许是在造就你 我们一定要转一个观念 给你恶意拍马屁的人 也许在破坏你 顺境不一定很好 逆境不一定不好 我们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 所以有苦可以吃 反而修行佛道 更可以成就 更可以成就 不免则夜场 主要 我去新加坡 有一个人十年 十年 都没办法睡觉 十年 十年 日子怎么过的 晚上他就这样 我说 你睡不着 他说睡不着 然后你感觉 很累 眼睛就这样 奇怪 十年 我说你十年 睡不着 你怎么会活呢 他就是这样子 会活 不会死 就是没办法睡觉 对不对 脾肩者入场 一个人 身体很累的人 觉得 怎么还没有到呢 怎么还没有到呢 路很遥远 没有正知正界 没有正切真理的 愚痴的人 生死轮回常 再讲一遍 不眠则夜场 脾肩则路场 不知正切真理的愚人 生死轮回常 都是很常的 修行吧 诸位 到最后是一定要修行 医生 是无法治疗死亡 或者是阻挡死亡的 医生能给你治病啊 对不对 你看哪个医生 医生可以医疗你的死亡 这个病呢 就是世界级的前卫 也没有办法医治死亡 唯有佛陀 佛陀让我们今生今世的果报 生尽了 果报生尽了 我们就要超越生死 当然这是指肯修行 肯下功夫的人 无论是禅境利密啊 就是肯下功夫的人 所以念念佛不错 所谓业力 是指行为 思想和欲望的综合 行为 就是我们深跟口 思想就是我们的意 欲望 表示我们面对一切的境界 是平常的生活 所以业力 它就是这样 深业 口业 异业 诸位 这个业力啊 这比佛陀 更远的 奥义书 就讲得更清楚 佛陀 只是引用奥义书里面的 业的这个名词 这个业力的翻译 不是佛陀的专有名词 而是佛陀引用奥义书的 来的叫做 Karma Force 就是强大的一种业 推动的意思 逼迫的意思 就不得不 所以佛陀当时再次有96种外道 那么印度教已经非常的强 那么这个奥义书 那时候已经遍满整个印度 所以世尊用大家所能认知 所能了解的名词 名相 给众生开始 就是业力 业力 善有善 业力 恶有恶的业力 诸位 法力之前 人人平等 佛法不是这样讲 佛法是讲 业力之前 人人平等 业力之前 人人平等 我告诉诸位 这个世间说不公平 没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 这个世界说公平 都很公平 它都有前因后果 这个世界说不公平 你看人家 随便事业一搞 赚大钱 我们一做起事业 通通赔本 财产通通偷住 一毛钱都没办法回收 人家一出生 长得这么漂亮 我一出生 长得这么丑陋 人家很会读书 怎么读都是第一名 我认真念 还是第一名 只是倒数而已 真的 就这样子 所以你看 出生 那个 就完全不同 我们只是借着父母的 母亲的肚子 来投胎转世的而已 你注意看 兄弟姐妹 我们像 我妈妈 生 姐姐 我们四个兄弟 貌相不一样 智慧不一样 协力不一样 同样的工厂 产品 用工厂来形容 同一个爸爸 同一个妈妈 工厂出来的产品 完全不同 为什么 就寻业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人 就任言经讲的 就是跟着业力在转动 我们的背后 有一股强大的业力在转动 所以诸位 恶业照不得 善业要积极 但是无所助长 诸儿莫做 众善奉行 我们 要做理性的主人 知道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你不要一天到晚 去注意别人 广秦朗上 那里面讲的那句话 讲的最好 你修行人 根本就不要去管 别人演哪一出戏 别人演什么戏 好戏 坏戏 善戏 恶戏 跟我们的生死 有什么关系 这根本就扯不上关系 你这个意思 就是修行人 每天所做的工作 就是降服自我 降服自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业力是指 行为思想和欲望的综合 好丈夫 应该装容 因为太太很会念 太太 那个女人一念起来 比辈大辈奏 更快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电视 那个卡带放得比较快 卡带放得很快 速度放得很快 好丈夫应该应当装容 就是你说什么 我都没听 要不然 你会生死我 没给你变 受不了你 那个足足念 足足念 就不算是一个好男人 好妻子应该作哑 好的妻子就是那只嘴巴 尽量少造业 尽量少造业 人家隔壁稍微 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母鸡下单 然后明天 整个吉安乡 通通知道 隔壁的那一家母鸡下单 你那只嘴巴不讲会事 你没办法 一炒菜来 就开始炒是非 对不对 集合团体 就开始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法师怎么样 那个鸡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搞这个东西 真的 所以 我们伟大的佛陀 教我们出家人 跟在家人 要保持若即若离 太靠近了 那不行 那么太远离了 你度不了他 也度不了他 太靠近了 是非多 不行 世间的是非很多 他就是 吃饭不是配菜 吃饭就是配是非 聊八卦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生死业 所以装容 作业 就是一对 好夫妻 要不然你要走到 生命的尽端 是很辛苦的 是很辛苦 真的走不到 有一个女众 听到我这一席话 恍然大悟 说 卫里瓦斯 为什么你不在三十年前出现 她可能颇有感刺 我们南部都是这样念 很有感刺 感触 她可能要 哎呀 你这太晚出现了 太晚出现了 要不然他就会装聋作哑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像师父 举的那个例子一样 喝了二十年的酒 改不起来 两个人一天到晚 吵架打架 还是没办法 你还是无奈 对不对 那说师父怎么办 就这样子 不然怎么办 求观世音菩萨也不行 你要被人改变他 也说这个时候 就要自私一点 自私一点 就是要为自己的生死着想 不要每天想改变他 义 你听过哲学家这样讲吗 义容易 义心难 义容易就是 你今天要改变这个容貌 是很简单的 我去开个刀 是不是啊 这个全国抹一抹 明天就是鸡蛋脸啊 是不是啊 要改变 义行义 哪里大小啊 要大 现在还有办法 该大就很大 该小就让你很小 开刀 operate operation 开刀 就好了 我告诉你 要改变那个人 无论这个人怎么整容 怎么整形 我告诉你 那个习气就是在 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太难了 就是义容易 义心难 要改变一个人的容貌 是很简单 可是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气 那种强烈的执着 是很困难的 你不改变你自己 佛也无目可奈何 学佛就是要调伏自己 才是真正的符合佛意 每天希望佛陀来保佑自己 可是隔壁灵机全部得罪了 那坏的习惯也不改变 那只嘴巴 尖酸刻薄 所有亲戚朋友 都给他用尖酸刻薄的语言 搞到众叛亲离 你还想蒙佛的保佑 这个可能吗 是不是 你今天你像陈进兴这样子 像张十一鸣这样子 拿枪抢劫银行 那佛怎么保佑你呢 世尊怎么保佑你呢 所以佛陀是保佑那一些 肯保护自己的人 佛陀是肯保佑那一些 你很想保护自己的人 所以坏事不能做 底下别人的罪孽 不能使你变成一个圣人 就是你不要幸灾乐祸 看到别人的罪孽 或者是过失 就得理不饶人 一直抨击他的弱点 诸位只要是众生 他一定有弱点 他不是佛陀 所以到我这里 我们不喜欢谈这种东西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众生 众生就是一定有缺点 没有缺点 没有缺点就是圆满的 伟大解脱的圣人 就是佛陀 所以我们记得 别人的罪孽 不能使你变成一个圣人 意思就是 不要一直重复地去讨论 众生的过失 不要一直落井下石 得理不饶人 一直要把别人逼得要发疯 所以夫妻也是一样 互相尊重 结婚了以后 不要挑起以前的伤痛 要挑起以前的伤痛 这个婚姻走不下去 结婚前 也许大家都很糊涂啊 结婚后 大家回归理性 要一个和谐的家庭 你就是要放弃以前的记忆 不要一直挑起 彼此之间不喜欢的话题 带入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 陷入一个彼此之间痛苦的深恨里面 没有必要这样子 动不动就是 你以前怎样怎样怎样子 动不动就骂他老婆 你以前怎样怎样子 这个结婚以后 这样子怎么活得下去呢 是不是 这个家庭怎么维持呢 放下 结婚就是重新开始 放下 讨论 提起都不要 重新开始 这样子 才是一个和谐圆满的出发点 我们常常要做这样的关照 说我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 平凡它就没有高 自尊心优越感 太重的人 会死一个人 很大的痛苦 因为你把自己拉得很高 优越感 自尊心很平淡的人 自己觉得 做了很伟大的事业 也没有感觉自己在做什么 一言起就是信公 你说 惠丽法师 你对了无量 无边的众生 你很伟大 我说那是你在说的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在做 我该做的工作 要不然如来的家业 谁来承担 是不是 宗教家 现胜于宗教 是不是普度众生 这是我们的天子 不需要人家的赞叹 我们都应该这样做 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天子 给众生解脱 给众生真理的责任 这是义不容辞 不可推诿的一种责任 是一种荣耀 我们不需要赞叹 不管你赞叹 推崇 我们都是这样在做 默默地跟隐 做我们该做的工作 强求会带来遗憾 强求 这两个字 强求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时间 婚姻也是一样 你追求不到的那个女朋友 你强求 强迫她来跟你结婚 那有一天就会离婚 除非古时候 那个呱呱呱呱呱 这样子 像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 人家介绍了 要结婚前都没有看过 就把我们生下来了 我们也是很无奈 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 从来两个人见过面 真的呢 我妈妈就很怕 我爸爸长得很丑 我妈妈就说 我妈妈今年86了 古时候的人就这样 很紧张 到底我嫁的这个老公 到底是怎么 要到结婚前一天 就才看到老公 原来长得这样子的 所以说古时候的人很可怜 真的古时候的人很可怜 被这个传统所束缚 古时候的人 又还把那只脚 绑得三寸金脸 怎么绑得三寸金脸 那个是男人设计出来的 一种坏点子 那是男人去外面泡你人 让你追不到他 所以搞个三寸金脸 哪里有这个 把一个正常一只脚 然后用绑起来绑到世界 一点点 多可怜 生长在古时候 那种封建的思想 科学不发达 民族不是民族的社业 社会 专制的社会 传统变成一种痛苦的梦魇 你能可怕的梦魇 我有一个堂姐 年纪也不小 要结婚的时候 你的脚像脚丫子那么大 谁骑你这个姑娘 快快快 结果怎么样 去进这个马尿 以前都养这个马尿 然后这个腿快烂掉 然后用这个布 捆起来 一直捆起来 痛痛的 因为要夹出去 腿丫子脚丫子那么大那么粗 没有人要 痛啊哭啊 我不要夹 我不要夹 不要夹也不行啊 爸爸妈妈就是 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做 弄得这个腿快烂掉啊 不能走路 你知道吗 传统多悲哀 我们看那个discovery 我看那个 有那个嘴唇挖一个洞 你有看过吗 好恐怖哦 嘴唇挖一个洞 这样子 那怎么吃东西呢 吃了西方会掉下来呢 女人才这样子挖一个洞呢 男人没有呢 那个耳朵 你看过那个耳朵 挖一个洞 好大一个洞 耳朵这样子 一个圆圈 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好好的脸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这里挖一个洞 能讲经吗 这样保持一个很好 不是很好啊 为什么挖一个洞那么大呢 就是好悲哀哦 真的是很悲哀 生长在这个时代 我们借起前人的错误 我们生长在这个民主时代 我们台湾 这值得赞叹 再五分钟 政客想的是下一次的选举 政治家为的是下一代 政治家就是很有眼光 是不是啊 一道选举 你看台湾的选举 报章杂志 哇 那个什么 通通来 讲到这个政治的 就是这样子 为了引入宗教 所以我先讲这两句 政客为了下一次的选举 政治家是为了下一代 政治家会考量下一代 能不能得到幸福 这个政策 Polish 会不会正确还是不正确 政治家会考量 政客就不关你 于时即焚 就是啊 宗教家是为了永恒 他不为我自己 为了永恒 好了 时间不够了 最后五分钟 我就再把它念一遍 就是这样子 佛法讲不完 我剩下再 repeat one more time ok 我再把它念完 今天我们就到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我把它念完 怀恨别人 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痛恨别人 就像把自己的房子烧掉 只为了赶走一只老鼠 上昌给每一个人最大的恩事 是原谅和宽恕 慈悲心到极处 看到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无罪过 都没有罪过 人 人 越接近真理 越能包容别人 越接近真理的人 越能包容别人 忧 则天地皆宅 愿则到处为仇 哀 则自己束缚 怒 则大敌当头 人无死前 刮无滚言 大逆境 会有大成就 不要难过 充满热忱的人 会像磁铁一样 深深地吸引四周围的人 波勒智慧 能令灵魂喜悦 人生就像伸缩的喇叭 要用力吹 就是要努力 否则 你不用力吹 并不会有声音出来 神明就是要用力吹 就是要积极的意思 智慧比金钱更重要 智慧比金钱重要万倍 因为他不会遗失 也不会被偷 穿名牌 不如自己当名牌 钱总是在那儿 只是口袋不同而已 只有果实累累的树 就是很有成就的人 果实累累的树 只有果实累累的树 才有人拿石头丢它 意思就是 也唯有成就的人 人家才会毁谤他 你一个蠢材 人家怎么会毁谤你呢 别人的缺点 正是我们的老师 别人的缺点 就是我们的老师 智者的批评 胜仪与仪者的赞叹 业有境界折磨 反而修行 最佳的环境 反而是修行最佳的环境 比失败更糟糕的 是连尝试都不敢 练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佛弟子每天要练习的功课 是放下 再放下 彻底地放下 痛苦不是灾害 而是人类耕种的田 就是你今天受到的痛苦 是人类耕种的田 一切众生要在痛苦当中学习 在痛苦当中站起来 因为它会让你得到很多的收获 不要让昨天的不幸和回忆 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 不要一直讲过去 过去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人物百岁瘦 常怀千岁瘦 人还活不到一百岁 常常讲一千岁以后的事 往生是今天的事 不是灵命中的事 一片乌云遮住了阳光 一条线断了 会失去一串珍珠 一种错误的思想 能毁灭一个人的灵魂 一记尖酸刻薄的语言 会伤害一颗心灵 欲张扬自己得性 远离种种的祸患 必须注意下面三件事情 一 不责人之小过 二 不谈人之隐私 三 不念人之救恶 救恶就是以前的 不要责备人家小小的过失 不要谈人家的隐私 不要念人家以前对你怎么样不好 放下 努力只是一层皮 我们这个刀子一割下去 血就会跑出来 不要被欺骗 判断自己也比判断别人更难 更困难 人之大致在于东西本身的弱点 了解自己的弱点 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 智慧是灵魂的阳光 所以大家要听经文法 一个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过问太多事 就是不会问人家很多的私人的事情 个人有个人的立场 个人有个人的饮食 不要人家问人家不想讲的事情 不要一直过问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很有智慧 人家尊重人家的生活的 习惯性我们降服自我 一个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过问太多的事 了解言其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也敢言其言其如幻 如是了达 明智境界 了解万法 总是虚幻不实在的 勇者提得起 智者放得下 勇敢的人提得起 有智慧的人放得下 拥有财富 不如拥有智慧 人类最大的不幸 乃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上帝要送给你礼物之前 他会用困难加以包装 会用种种的困难 想看彩虹 必须先忍耐 忍受下雨 你要看这个美丽的彩虹 要先忍受下雨 人是习惯的奴隶 习惯造就我们 后来我们变成习惯的奴隶 坏习惯很难改的 好习惯很难培养的 哪里有拍马屁的人 哪里就有傻瓜 众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演一个迷惑的演员 我们演了一出戏 可是我们不认识自己 就这样 无奈地交出生命 到死亡 乞丐 有时候是很幸运的 因为乞丐永远不会破产 没有什么信用破产 他本来就没有 好了 最后讲一分钟 讲一个故事 我们等一下要赶飞机 诸位如果有供养 就放在火星室的大庆里面 交给法灿 我们要赶时间 以前有一个国王 要找一个全国最快乐的人 找找找找 找了一年两年三年 找了三年 探听 结果探听出来了 有 说国王国王 我们找到一个全国最快乐的 这个国王为了 表示他的虔诚 他为什么活得 这个国王 活得为什么这么困扰痛苦 他就去找 骑着大象 卫兵 怎么样 礼物 就带了 走了好几天 以前的人都骑大象 就找找找找 找到一个 人家说 最快乐的人 找找到了 找到了 那时候国王来拜访你 你不出来吗 他说 请国王进来 既然来拜访 我就请他进来 结果国王也很虔诚 就进去 一看 里面通通没有 这个人 印度是穿着那个袍子 就是 整块布 就遮起来 里面